美军F-18战机前往塞尔维亚上空演练 不料刚一进步 就被当地恐怖分子发现 紧接一发萨姆防空导弹直出名削 飞行员察觉到了一场立即向上爬升 但萨姆导弹死死咬住他们不放 甚至发射出了大量右耳弹也没能脱险 更糟糕的是 敌人的第二枚萨姆导弹接触一致 为了能够摆脱危险 飞行员已经将战机提升至音速 但这也没能将其甩掉 过不得已只能选择抛出副游箱 将机能提升至超音速 不过没想到这却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游箱发生的爆炸引爆了其中一枚导弹 可另一枚却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当中 然而等他们再次发现却已为时已晚 美军飞行员当即启动跳伞装置 好在有惊无险的安全逃生 不过这一切都被恐怖分子禁收眼底 两人好不容易安全降落至一片空地之上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想要与总部建立联系只能前往高处 可其中一名飞行员不慎受伤 只能原地等待救援 然而就在两人刚没分开多久 密密麻麻的恐怖分子 就出现在了受伤的飞行员眼前 他本以为亮出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就能相安无事 没想到这却加速了自己的死亡 发出的动静被恐怖分子察觉 他们当即就朝着飞行员的方向疯狂输出 并且派出大量兵力对其围剿 对于目前的情况而言 飞行员被抓到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 他好不容易跑到一处高处与总部建立联系 得到的回复 竟是需要继续步行三百公里 到达禁区外的会合点才能实施救援 然而现在已犹不得他 敌人就在他的眼前 飞行员像是无头苍蝇一般 光不择路地跑到一处废弃工厂 不过他很快就停了下来 因为这里的四周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鬼类 可糟糕的是 追兵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美军飞行员刚一低头 就发现四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鬼类 可他不得不冒着死亡的风险继续向前 因为身后的追兵已经赶来 然而敌人正准备向飞行员扣动扳机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地雷影响 万幸的是 这场爆炸并没对飞行员造成太大的伤害 劫后余生的他跑到了公路上 截停了一辆汽车 本想着凭借武力抢过汽车 怎料路人率先开口发出了扇影 于是他便坐上了顺风车 获得片刻的安全 然而他们刚没走远 敌人就赶了过来 刚刚击杀所留下的痕迹 令恐怖分子很快就推断出 飞行员大概率是前往附近的一处小镇 因此他们刚一进入小镇 就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 不过他们将翻倒的车辆作为掩体 很快就躲入了楼房之中 可没曾想这里也并非安全之地 因为美方的参合 导致塞尔维亚的内战不断上演 当地人想将飞行员抓捕 作为筹码与美军谈判 让美方退出自己国家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被一发炮弹打断 好在飞行员只是受到了点皮外伤 他颤颤巍巍的艰难起身 看到地上的敌军尸体 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计划 可正当他刚准备实施 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动静 武装分子将飞行员的尸体抬了出来 在众人都以为任务结束时 没想到恐怖分子的杀手一眼就认出 眼前之人并不是美军飞行员 然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飞行员给地上的尸体交换了衣服 悄无声息地逃过一劫 本以为现在只要去到原定撤离地点 就可一切万事打击 没想到总部那边 却根本无法定位到他的位置 就在飞行员焦头烂额之际 突然想到了弹射座椅上有着定位发射装置 恐怖分子正在搜捕美军飞行员 其中一人明明发现了脚下的地雷 却不知为何没有告诉身后的同伴 同伴还等着他出手相助 没想到此人竟直接掏出武器 警告同伴不要乱动 面对求救 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留下同伴在原地等死 然而爆炸的动静同时被美军飞行员察觉 他的脑海里 立马就浮现出了一个绝处逢生的计划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尽快启动弹射座椅的自救信号 然而没过多久 敌人很快就赶了过来 并且一眼就发现弹射装置顶上的手套 微微地动了一下 他本想尽等飞行员自己探出头来 不料就在这时 天空中传来直升机的声响 是美军的救援部队正在赶来的路上 因此他没时间浪费 必须赶紧上前将飞行员解决 可没想到等他走近 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圈套 好在刚刚地雷的爆炸声 让飞行员提前意识到危险做好埋伏 但更大的危机也随之接踵而至 他还没来得及喘气 装备精良的武装分子大部队 竟驾驶着坦克一字排开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飞行员立马起身狂奔 但他在这片空旷的场地上 等同于一个移动的巴 就在这危机关头 总部的增援终于赶到了现场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飞行员非但没有立马撤离 反而朝着恐怖分子的方向跑去 尽管美方的救援队对此一头雾水 但他们还是动用火力覆盖为飞行员掩护 而他如此冒险是为了一份重要资料 里面有飞行员无意拍到的 赛族武装分子所屠杀村庄留下的万人坑 也是他一直被追杀的理由 在同伴的火力掩护下 飞行员安全取出硬盘 正当他朝着救援队的方向转移时 敌军的狙击手已将他死死锁定 千军一发之际 战友及时解决掉眼前的威胁 让飞行员顺利的登上撤离的飞机 至此影片结束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当年的波飞战争在美方的参合之下 赛族内战持续了三年之久 而影片中更是有着许多 几乎难以置信的改变之处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了解 我是郑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